就像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没有往生 我们在娑婆世界也没了 也要了了 阿弥陀佛马上就伸手 建议你往生 我们的夜没了 我们对极乐世界很清楚 我们接受无量受尽的熏陶 一百遍两百遍三百遍的熏陶 一点怀疑都没有 但是还不能去 一了了就去了 什么时候能了呢 没有一定 统统在个人 怎么个了法 放下就了了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放下 你什么时候就可以往生 我们现在还没往生 没往生 你一定要知道了夜 夜里头最麻烦的 与人情债主 这个要了啊 怎么了呢 要把行量扩大 要真正忏悔 我们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特别是所造的杀业 杀生吃肉啊 对这些小动物 有意无意 小蚂蚁 小蚂蚁无意 拆死他了 不是有意 你要说 如果是打猎 这是有意 真的 英国经上讲得清楚啊 杀人偿命啊 出生也是一条命啊 蚊蚁 蚊蚁 还是一条命 他来盯到你 也不过去是 讨一顿饭吃而已 没有死罪啊 你也不愿意 布施给他 把他赶走就好了 不能杀他了 杀他就错了 那就查明了 欠债要换钱了 特别是三宝 那对地藏经上讲得清楚 用不正常的手段 窃取三宝 哪个最好中啊 地藏经上说 众生造无逆失误 佛都能救他 道三宝无 佛不能救他 你知道吗 冒三宝的名义 去花园 去问人要钱 募捐 这个罪 跟道三宝无 相同 都是无间地狱的罪 过去 年半年前 四月安堂 佛教的大小道场 都有法师 讲经说法 这些道理 大家都懂 都不会做 可是最近两百年 讲经的人少了 到民国年纪 真正讲经讲得好的 大概不超过二十个人 全中国 到现在 大概十个都找不到了 所以 众生 愚痴 迷惑 赶造这个重罪 国报现前 后悔莫及了 这些事情 我们都要知道 滅 轻转 这里 那么 好 manufacturers 识Bir 什么 teor